美国新冠病毒病例日益增加 引发了越来越多美国国会议员的担忧 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 亚太小组委员会 星期四再次就新冠病毒疫情召开听证会 并且请美国行政当局官员到场作证 最新情况 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 一华 好的 报容 由于这个议员的这个行程呢 临时变更动的关系呢 那么今天下午的这场听证会呢 是延后了举行 那么到现在呢 已经召开了一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 听证会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 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 今天的听证会呢 是邀请了三位来自国务院的官员 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 到今天的听证会来作证 那么这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 这个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 所召开的这个 就新冠病毒所召开的第二场的听证会 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 主要是聚焦在于美国的防疫工作 以及询问这个行政部门之间 这个如何沟通协调 以及如何来面对 有可能爆发的这个新冠病毒 在美国这个大爆发的这种情况 那么在今年听证会上呢 议员也针对了目前有可能 这个在美国爆发的这种情况 来提出了一些这个询问 我们先来听听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2月26日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确认一名新冠病毒患者 据报这名患者近期没有相关的旅行记录 或是与其他新冠病毒患者有过接触 这事件很可能是美国首个社区感染的案例 我感谢行政部门在提供资金上的弹性 我认为一开始所要求的25亿美元是不够的 我知道参议院方面提出了85亿美元的请求 但我觉得那也有可能不够 我认为国会部门两党成员必须做好准备 确保我们的科学人员 前线人员 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部门和医院的前线人员 有足够的资源和支持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美国国内人民的安全 但此刻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清楚 这个快速扩展的卫生威胁 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社区 公共卫生单位 以及全球卫生领袖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 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事实上今天多位两党的议员 也都致函美国的卫生部门 希望美国政府方面能够采取更多的 积极的措施来应对有可能爆发的疫情 那么除此之外 今天上午两党的议员 也召开了一个闭门的会议 来讨论到底需要多少的资金来拨款 来协助美国的各部门 来应对这次的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情况 那么除此之外 今天的这个在例行记者会上 众议院两党领袖的例行记者会上 这个两党的领袖也都提到了 有关于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这种情况 以及行政部门必须要面对的 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机 那么我们先来听听两党的 这个众议院两党领袖 在今天上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美国政府必须以明智战略和严肃的方式 解决这种具致命性的新冠病毒 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在国会 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合作 并与政府一起打成目标 人命关天 这不是玩点名或政治游戏的时候 国会必须采取的第一步行动 就是确保政府有所需的资源打击致命病毒 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昨天我听取了总统对于美国行政部门的计划 以减缓冠状病毒在美国所造成的影响 任命副总统担任美国应对行动负责人 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总统对这一局势的重视程度 这一战略行动将确保政府各部门的协调 并提供卫生专家权利 让他们得以扩大实验测试筛查的机会 与业界的合作 研发疫苗和治疗 确保我们有适当的资源 是我们应对计划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国会拨款委员会领袖 以两党合作方式努力协调 为所需的适当资金提供拨款 除此之外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同时还向中国提出了呼吁 希望中国能够全力地配合世界各国 来进行防疫的工作 那么之前我们早前谈到过 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 也凸显了美国国会相当关注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有关于美国的医疗物资 供应链太过于依赖的问题 太过于依赖中国的问题 那么今天上午 参议院方面 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获利参议员是特别推出了法案 来针对有关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方案 那么这就是目前在国会方面 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暴容 好的 非常感谢一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